好 不过老人家的身体健康是真的要特别关注 尤其随着年纪增长 老人家的肌肉也很容易流失 根据国界署在108年调查发现 跌倒高居65岁以上老人家事故伤害跟死亡原因第二名 所以医师就再次提醒老人家一定要多走路多踩踏 可以强化您的激励 还可以增加心肺功能 其实还有静抗中心推出所谓的格子方块物 这种格子方块我不只是运用踩踏的动作 让长者记住五步训练认知还有记忆 双手双腿四肢并用 听着音乐要跟上节拍 还有脑力大考验 因为脑袋得记住步伐 稳稳踩在教练规定的格子上 因为他这个脚的重点是要尖角的 一方跌倒 微微垫脚训练激励 79岁的陈阿姨不说 你还真猜不出他的实际年龄 有着好体力几乎跟年轻划上等号 热爱跳恰恰的丁阿姨 80岁耳聪目鸣 不论扭腰摆臀 还是复合性的混合动作 总能乐在其中 有些烦恼烦恼的感觉 然后那下肢肌力一旦没有稳定的时候 它就会左右摇晃 就产生容易跌倒 所以他们只要专注在这个踏垫上面 基本上他们的动作都是可以跟得上 几乎所有的动作都以踏步出发 不过别小看着小小的踏步 可是心肺功能的已踏步 对老人来讲 要控制下肢运动的时候 他需要更专注 那同时他会调整他的呼吸 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做这些下肢的运动 然后增强你的肺心 心肺的能力的话 当然对肺部的肺活量是会有帮助的 活着就要动 越老越要动 才不会老来 两脚变四脚 两腿变双轮 华人新闻 来亚风起年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